根据欧大利亚智库最新发布的报告 他们已经在东都决三认出超过380个居留中心 并发现过去9个月内 尽管国际社会严密关切维吾尔局势 东都决三政府仍在持续建造新的监禁设施 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着司发布最新的研究 以及卫星图像指出 尽管中国当局表示他们的再教育营学员已经毕业 但最新证据显示 中共当局仍持续投资建造新的建境设施 报告指出 2019年7月至2020年7月之间 至少有61个居留场所进行了新的建设和扩建 而至少有14个设施仍在建设中 其中约有50%是具有交高安全界位的设施 主导这项计划的研究员鲁森表示 虽然中国政府声称在教营的学员都已毕业 但是这个资料库的数据显示 政府在2019年与2020年仍持续投资建造新的监禁设施 自从2019年12月以来 至少有61个已存在的监禁设施 动工建造新的设施 目前仍有14个监禁设施在施工当中 报告认为 这可能表明 中国政府正逐渐将监禁人员 转往安全级别较高的监狱设施 取代安全级别较低的再教育营 美国国会中医院 星期三以229票支持 187票反对通过强迫维吾尔劳动披露法 这是两天之内 中医院针对北京强迫维吾尔穆斯林劳动问题 所通过的第二部法案 就在一天前 中医院以406票赞成 三票反对压倒性地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劳动法 由民主党联邦众议员 瓦克斯顿提出的 强迫维吾尔劳动披露法 将要求在东都决散 有业务运营和往来的美国上市公司 必须披露其生产供应链细节 包括其产品是否通过强制劳动制成 或生产过程是否与维吾尔拘压营有任何关系 中国驻联合国大使张军9月24日 在联合国的表现另举作接近 在美国代表再次指责中国应对武汉疫情 全球大流行负责任之后 张军指着美方代表大喊够了 这是安理会周四视频会议出现的一幕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凯利·克拉福特 重审中国应对武汉疫情大流行负责 激起张军愤怒 中国武汉病毒疫情初期的一系列做法 不断遭到西方谴责 发言也是中国政府最不愿让别人提起的痛处 张军谴责美国散播假信息病毒 撒谎蒙骗世人 据报道 近年来 华为中信在土耳其电信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美国国经蓬佩奥23日警告称 土耳其对华为和其他中国公司的日益依赖 可能导致美国与土耳其的军事合作变得复杂化 蓬佩奥受访时强调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网络是安全的 包括防疫网络和安全网络 军事和安全网络会受到来自中国的网络 在土耳其或其他任何国家日益增加的活动的影响 我们要确保并保护美国的数据 报道指出 土耳其与美国此前曾爆发过外交政策争端 令双方军事合作关系变得紧张 尽管卢卡申科已宣誓就任 欧盟仍不承认卢卡申科是白俄罗斯新届总统 欧盟外交委员博雷尔周四表示 鉴于白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果作弊 所称的就职宣誓没有任何民主合法性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尔昨天发布声明表示 欧盟拒绝承认亚历山拉·卢卡申科为白俄罗斯总统 尽管他出乎意料地举行了就职仪式 因为白俄罗斯在8月9日举行的总统选举 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得出的是一个作弊的结果 卢卡申科用铁腕统治了白俄罗斯已有26年 在该国8月9日的总统大选中 他号称赢得了80%的选票 而最强的对手迪卡诺夫斯卡亚则获得10% 但是国民质疑卢卡申科进行了选举舞弊